安全小课堂教大家脚下刹车该怎么踩 当我们在行驶过程中不需要持续加速踩油门时 我们的右脚应该轻点在刹车之上 迷路老人误入高速 性欲交紧送回家 然后身上就感觉就是可能有点进行不太好 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可大广场盖了好几天了 是好几天的 广场 跨才广场的 他们还坐这儿反下去 敬请关注本期小辉在路上 大家好 我是小辉 今天小辉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 在道路上如何避免事故发生的小经验 那么作为一名交警 在城市中经常会见到这样一类事故 错把油门当刹车而引发的交通事故 很多驾驶员会说 这些事故往往会发生在一些 驾龄不满一年的年轻驾驶员身上 因为这些驾驶员在开车上路时 往往由于紧张而出现操作失误 可是在我们的实际处理过程中 也会发现一些老驾驶员 由于常年开车养成了错误的驾驶方式 也是容易发生此类事故的一项重要起因 今天小辉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如何避免错把油门当刹车 有一些驾驶员在驾驶的过程中 会用自己的双脚同时控制刹车跟油门 那么其实还有一些驾驶员 会把自己的右脚悬空 那么用一只脚悬空空踩刹车和油门 那么这些错误的做法往往都为事故发生 埋下了安全隐患 按照机动车驾驶人文明驾驶操作规范 那么机动车控制刹车时 右脚脚跟以地板为支点 在踩刹车时应以脚和块关节为控制 来轻踩刹车或抬起 那么在使用油门时应当脚后跟为支点不变 同时右脚前脚掌向一侧倾斜 轻踩油门 其实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总结为两句话 脚跟放在刹车下 斜踩油门正踩刹 当我们在行驶过程中 不需要持续加速踩油门时 我们的右脚应该轻点在刹车之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便我们发生了踩错的情况 也只会把我们的脚踩在了刹车上 而不会误踩油门 在实际的事故处理中 我们经常发现 错把油门当刹车的事故 往往也经常发生在倒车的事故中 那么其实到我们倒车时 除非是倒车上坡 那么否则绝大部分情况 完全可以依靠车辆的怠速来完成倒车 这时我们的右脚也应当需放在刹车踏板上 以准备紧急情况的发生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机动车驾驶员到我们开车上路时 一定要养成正确的驾驶姿势 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安全 让我们的道路更加的畅通 好 下面节目更精彩 请您继续关注 日前平顶山高速交警在日常巡逻市 发现在超车道的护栏旁边 有一位老人正在行走 后边的车辆看到以后纷纷避让 危险随时有可能发生 快快快 过来 过来 你这不要命了 这咋啊 要不要命了 你不要命了 咋咋咋到呀 甲火车前来逛着你 就是当时问他怎么走上高速的时候 他说话有点含糊不清 然后身上就感觉就是可能有点 记性不太好吧 然后身上也没有任何那个证件 包括手机什么都没有 看到这种情况 为了多聊点有用的线索 咱们民警就引导着老人说话 管然在老人的话语中 民警得到了有用的信息 他在平子山那个地方 他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可大广场 盖了好几年了 是好几年了 广城 好色广城的 他说他走这儿反下去 没多热的他哪儿 往那边去 走到那个阴城广场那儿 阴城广场的这个 阴城广场 阴城广场的西边 问他家在哪儿 然后他突然就是提了一口 提了一口就是在我们这个 新华区的那个阴城广场 然后后来我们听到阴城广场 然后就赶紧带上那个老人 然后驾车 然后跑到新华区那个阴城广场上 我这个油温暖有更高了 没有更高的级 来先这样 我给大家来来 你我一说 你把你都抬上 看出我能力的方式 你家有家人的力方式没有 你找找找 你找找看看 都都找找看 这两件事 这个是新的 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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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把东西捡到好 好 好 游城有没有 来来 这找 你这儿跨跨路 跨跨路 那不是我们那个院 这就是你这个院啊 你47号院你在哪个位置你知道不知道 他这儿有个院不是 这儿院多了 一般院 由于身份证上的地址信息比较模糊 咱们民警只能带着老人在附近几个小区开始找 但是直到天黑老人也没有确定到底是哪个小区 没有办法 咱们高宗民警只能联系了辖区派出所 然后我们根据那个线上调查 然后跟他们那个派出所值班民警一起 后来仔细摸爬 然后就是排查以后 就查到老人的相关信息 然后联系了老人的那个家属 然后经过他家属的描述 就是说可能老人精神方面不太好 然后稍微有点老年痴呆 然后因为他家属当时是接送孩子去 然后下午还有工作 老人独自在家 然后可能就是老人下去溜弯 然后就无意间就是走到高速上 到现在咱们民警同志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那在这里还是提醒家中有类似老人情况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平常一定要看护老人 那同时也要在老人身上留有详细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这样的信息 以免老人真的在走失的时候能够让咱们的好心人 还有咱们的民警同志们能够及时联系到家人 好 想不在路上 记得报道 妈妈 我想去龙亭玩 龙亭里面有龙吗 你知道龙亭在哪吗 龙亭就在我们开封最热闹最防滑的地方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玩呀 等妈妈直玩这半岗一定带你去好不好 一曲清零入心飞 波涛必辅人相随 当我们沉浸在眼前良辰美景之中时 那些守护在路上的人已经默默地矗立了数十年 我入境现在十三年 在这个岗上也待了十三年 我的孩子今年是四岁半 陪伴这个岗的时间比陪伴我的孩子的时间要长得多 所以这个岗对于我来说真的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我想看着它变得越来越好 新街又称郁街 曾是东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一条通关大道 由皇宫宣德门向南直达朱雀门 曾经的皇宫高墙如今变成了百姓商场 就只换新言 忙碌的身影也遍布了整个街道 在跨越了上百年的历史 经历了无数的变迁之后 新街口依旧是开封的地标 对于一个旅游城市的核心交通港来说 难 理所当然 潮汐车流高峰 游客疏散预警 景区环线绕行 等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操作 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现在看似平静的道路 在节假日里游客会大量涌入 就会变得人潮车潮汹涌 外面的人进不去 里边的人出不来 这样的交通会给游客带来很差的体验 就是这么一条单向一车道的景区 高峰其实每天要吞吐游客数十万人 想让游客来得开心 玩得舒心 走得顺心 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游客 行人 车辆 在节假日里 仅凭一个信号灯 是解决不了路口的问题的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堵了 不出半个小时 整个城区的交通都会受到影响 为了治理众大节会旅游高峰 龙亭景区交通拥堵的问题 新街口港全体民警 结合龙亭景区交通道路 环湖闭合的特点 推出了潮汐单向循环 交通通行模式 用我们的俗话说 办法总比困难多 老开封四通八达的小街小巷 给我们提供了灵感 想让景区通畅 说难也不难 协调周边单位增设临时停车位 通过交通电台 实时发布景区交通状况 通过交通民警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近年来 龙亭景区再没有发生过 交通长时间拥堵的状况 景区呈现出多年来未有的 良好交通秩序 我们每个人守一个路口 所有景区交通要道 都会进入单行环线 而小街道又能缓冲主干道的交通压力 来多少人 进多少车 都没问题 无论大小节假日 甚至周末 坚守在工作一线的民警们 平均每天都要工作12小时以上 他们用最好的年华和无数的汗水 守护着这一方道路的畅通 道路终于恢复正常了 现在也差不多都十点了 下班时间不固定 什么时候道路恢复正常 我们什么时候班次也是恢复正常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时间的更迭 让新街口交通港 凝聚出了自己的精神 在这22年的风雨历程中 传承下来的是一个交通警察 为民服务的使命 港会交给你 一定要站好新街口遮斑港 我曾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 当我把这个最重要的担子 交给他们的时候 我曾想过他们行吗 行 在搞服务这件事上 他们从来没有让我失望 多年来 新街口交通港以严谨的工作态度 和卓越的服务质量 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公安部 授予全国青年文明号 金国文明示范港 并融立过集体二等工 而服务二子 也始终应刻在每个人的心上 你也不拿个水呀 坐坐坐坐 长过去长了 喝点水去 夹给点浮衍住了 你也经常不包 那先换完紧 先换完紧 新街口这个岗位 面向的是所有来到开封的游客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只要岗位还在 我们的服务就不会停止 这里是开封市新街口 更是他们每个人心中的家 在这里你能看到梦回大宋的圣景 也能品尝到古楼的民间美食 目光所及 尽是繁华朴实 紧张有序的生活 而这也是开封人的代客之道 如果您来到新街口 如果你来到新街口 如果您来到新街口 我们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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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白了 这里就像家一样 谁来了都是客人 谁有难了 我们一直都在 前两天 新乡交警支队大广高速大队的民警 在高速上巡逻时 发现一辆半卦车 停在了高速的应急车道内 当时司机有点异常 巡逻人员立即就联系了指挥社 你约着哪有死呢 约着啊 好好好 知道了 咱喊酒员成了一样 喊酒员成了 赶快赶快 那用团长车 头脑又闻起 赶快喊不停地喊 被它晕过去了 我叫鸡就喊 鸡就喊 不要轻 鸡就喊 然后用你的手掐住他的手 人众或者呵护旋 很掐啊 鼻子下面 鼻子掐 啊 想想办法 赶快我们很快都到了啊 救护车很快都到了啊 好嘞好嘞 尽最大努力啊 好 门儿看看开不开啊 刚才我开了 一的脚 脚不住了 师父 师父 一的脚脚不住了 不住了 一的脚脚不住了 想想 老师 师父 师父 醒醒 醒醒师父 好嘞 哎呦呦呦呦 还有点意思没有 哎呦 哎呦呦呦 师父 醒醒 不容了 打一次钱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现在还得拉着呢 手里来 现在有刀子和单身的 刀子 刀子 有有有有 年龄大了 慢着慢着 操着慢着慢着 来来来来 你去 来来来 快点打开手 真的真的 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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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开着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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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着 堵着 气了 气到 气到 堵着气了 把它嘴吊 堵一弄 有意思 还有意思 来 偷偷偷 太太太 谁 谁 谁 接下来 在场的民警 接力为这位司机 做心肺复苏 同时清理口鼻中的 呕吐物 打通气道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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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 打开 把气道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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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不要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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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气道打开 把气道打开 好 坐 气道打开 气道打开 有了有了 有呼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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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我们的19日后 突然间 这个司机 这个呼吸 恢复了症状 心脏要开始调动 开始我们当时 打官告 所有的交警 当时可以了 心里都是 眼里都是恨人 激动的泪滑 不关他 我们把这个任务团 从私生里面 拉着回来 回头了 回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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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慢点 慢点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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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人马上都来了 家里人马上都来了 妈家里人来了 你还要家里人来接着 通车救过来坐在哪里 赶快 能包着病 对 现在有呼吸按照 对 那三分钟五分钟抓住 真不能耽误 我一听你的电话 都不对劲 你听电话 好